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解锁八种不同身份 各圈层全面开花 不愧是热度中心 从8月开始 王一博便开启了沉寂数月后的营业模式 八种不同身份出现 精彩分成 1.电影人 王一博拍摄的电影《热烈》 在生日前夕完成了拍摄 进入了沙青 随着新剧的拍摄结束 微博电影之夜的到来 王一博的电影《长空之王》《热烈》 《无名》都逐一亮相 王一博更是作为电影新人 正式携带着作品亮相红毯 正式向我们大众推荐其作品来 2.街舞综艺中的王队长 综艺节目 这就是街舞 第五季开播 这是王一博最亮眼的一个身份 两季街舞冠军队长 再次回归 无疑是助燃了街舞的推广 第五季主打新生大舞者 王队长的加入 给予了年轻一代街舞人机会与挑战 创新与活力 更是用自己专业的点评 精彩地分享 为街舞的开播增添了更多的热度跟关注 3.冰与火空降开播 电视剧领域 作为王一博库存中的王炸作品 选择了空降开播的方式 更是让大众喜极而泣 终于等雨来了 这部等了两年的作品 终于来了 这也是王一博首次尝试警察形象 开播后收获好评 演技的提升无疑是王一博最值得表扬的地方 陈宇这个角色立住了 对于王一博的转型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4.助力中国滑板运动员出征奥运 作为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的王一博 在中国代表团出征奥运的时候 更是身体力行 录制VCR等方式 为运动劲而加油助威 5.金九封面唯一的男性 时尚领域 对于王一博而言 是他商务价值最值得赞许的 时尚圈的真宠 金九作为杂志最具含金量的一期 给了王一博 成为五大女刊唯一的男性 这个地位跟认同 不得不说 厉害了王一博 6.央视中秋晚会舞台 8月份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央视中秋晚会 这是我们主流媒体最具分量的晚会 不是说你红就能登上央视的主流晚会 还要看你是否符合人家的要求跟标准 娱乐圈的清朗行动后 对于艺人的管理是越发严格起来 这次王一博的参与 无疑是对他的根正苗红的认可 7.公益活动 王一博作为应急管理公益大使 肩负使命跟责任 亲力亲为做好宣传 呼吁大众关注消防安全的同时 更需要科普学习相关的应急知识 8.8月属于王一博的 是的 没错 5号是王一博的生日 这是他迈入25载的一个重要时刻 他选择了低调度过 不仅连微博推送的动态生日祝福删除了 而且还悄无声息地安静度过 响应了清朗行动 减少了粉丝狂欢带来的铺张浪费 他真的有在很好的引导粉丝 减少粉圈不良行为的影响 最后呢 依旧还是那句话 8月是王一博的 你的精彩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源泉 加油 一起花路走起来